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表看来是一个勇士 不过自己的生命 就躲在酒砸里面打墨子 他真的是有一份恩赐 就是说他的眼神话语 蛮能够安慰弟兄的 他真的有一份恩赐 就是他的眼神 他的说话 很好能够安慰弟兄的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总觉得他在告诉我 长俊我明白 他跟我聊的时候 我都常常觉得 他跟我说 长俊我明白你的 我就觉得得到安慰 我就觉得好得安慰 我们感谢主就是说 好像我们这些的男人 聚在一起 好像就在亚杜兰洞里面 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这些男人 聚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就好像 我们在亚杜兰洞里面一样 欠债的 窘迫的 心里愁苦的 都是欠债的 困逼的 心里愁苦的 聚在一起 觉得很舒服 聚在一起 觉得很舒服 但是我们610样堂 是把我们这些的男人 招聚到亚杜兰洞里面 然后给我们放出去 但是我们女一灵灵堂 就是将我们这些的人 聚集在亚杜兰洞里面 我们就成为勇士了 虽然我们男士里面 很多的这个satness 虽然我们男士里面 有很多satness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atness 转化成正面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可以将我们的satness 转化成为正面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 善用我们的satness 在这里我们可以 善用我们的satness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 分享的题目就是 善用你的satness 那我会跟国陈牧师 来分合作 我讲前半部分 他讲后半部分 那我要讲的前面的部分 就是说 要小心satness的软弱 我前面要讲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要小心satness的软弱 就是负面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负面的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satness的软弱 就是受试探的时候 就不想行动 第一个satness的软弱 就是收试探的时候 不想行动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 22章44到46节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 22章44到46节 预备起 耶稣极其忧伤 祷告更加恒切 看诸如大血点 敌在地上 祷告完了 就起来 到门途哪里 见他们 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那这三节经文就讲 耶稣在克西玛利园里面 这三节圣经就讲到 耶稣在克西玛利园里面 他马上就要面对 被抓 被审判 被钉十字架 他马上就要面对 被捉拿 被审判 和被钉十字架 所以他的心里面 非常的忧愁跟痛苦 所以他心里面 非常的忧愁和痛苦 他的祷告就更加的 恳切跟热切 他的祷告就更加的 狠切和热切 那他当时祷告到 汉地如雪点一样的 滴在地上 当时他祷告到一个地步 汗好像血点一样 滴在地上 他祷告完了 就回去 到门徒那里 他祷告完了之后 就回到门徒那边 圣经上面说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圣经说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 他见他们 从忧愁中睡着了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见到他们 从忧愁当中睡着了 从忧愁中睡着了 从忧愁中睡着了 讲英文就是说 那个sleeping from sorrow 英文的意思就是 sleeping from sorrow 所以就是说 在忧愁的里面 一直忧愁 然后去到一个地步 睡着了 就是意思就是 在忧愁当中 一直忧愁 到一个地步就睡着了 就是一直忧愁 一直忧愁 然后去到一个地步就睡着了 就是一直忧愁 一直忧愁 去到一个地步就睡着了 而且这个 睡着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他是静止不动 不能行动 而睡着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他是静止的 不动的 没有行动的 那这个 到46节的时候 耶稣就来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去到46节 耶稣就来跟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睡着呢 其实耶稣并不是说 在对门徒讲说 你们为什么偷懒睡觉 其实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 为什么你们要偷懒睡觉 为什么不能警醒 跟我一起祷告 为什么不可以警醒 跟我一起祈祷 其实因为耶稣是知道 他们是在忧愁的里面的 因为其实耶稣知道 他们是在忧愁里面的 所以耶稣事实上是 在跟他们讲说 你们为什么忧愁到睡觉的地步 所以其实耶稣是跟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会忧愁到睡着了呢 你们为什么这样忧愁到 这种睡觉的地步 为什么你们要忧愁到 去到睡觉的地步呢 你们要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要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这个迷惑的意思就是 这个试探跟引诱 迷惑的意思就是 试探和引诱 耶稣说 你们要起来祷告 免得进入试探 免得进入引诱的里面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起来祷告 免得进入试探 进入迷惑 那到底这个试探 这个引诱是什么 那到底这个试探 这个引诱是什么呢 对我们这些 悠愁的这些人来讲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 忧愁的 悠愁的人来讲 或者是说 我们常常在这种 忧愁情绪里面的人来说 或者是我们常常 在这种忧愁的 情绪里面的人来讲 这种 这种试探跟引诱 就是说 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 这种试探和引诱 就是说 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听 我的困难 我的麻烦 真的是很大 我的困难 我的麻烦 真的是非常大 真的是大到不能解决 真的是大到不能解决 所以真的是 我不能动 所以我根本是动不了 所以我是 这个动也没有用的 所以就算我动都没有用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嘛 因为是没有办法的嘛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不但是我告诉自己 我动也没有用 不能动了啦 这个想法 就不单止我告诉自己听 动都没有用的了 是动不了的了 而且呢 我们不但是要自己相信 我们还要别人来同意我们 同情我们 我们不单止要自己相信 并且要别人去同意我们 就是说 其实我这样子 挨声叹气 我这样子不能动 就是说 其实我这样挨声叹气 我这样子 又动不了 真的是有理由的啦 是真的有理由的嘛 是合情合理的 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想法 就是落在 我们被试探的这个想法 就是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试探 我们被试探到一个地步 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 我是不能动的 是合情合理的啦 我是动不了的了 这样是合情合理的 那我们在看这个 Inside Out的这个电影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Inside Out 这部电影里面的时候 我们想到那个蓝色的阿仇 我们就想起这个蓝色的阿仇 最有代表性的这种的画面 就是像他躺在地上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画面 就是他躺在地上 不管是面朝上还是面朝下 他就是躺在地上 无论他是面向天也好 面向地也好 总之他就躺在那里 但是那个阿乐呢 就是非常的有精神 但是呢 阿乐呢 就是非常的有精神 他可以来带动这个阿仇 他可以来带动阿仇 还有这个阿乐呢 会拉着阿仇一直往前进 还有呢 就是阿乐会拉着阿仇 一路向前进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 我跟美华的互动模式 其实这个就是 我跟美华的互动模式 常常我就是躺在地上的 经常我就躺在地上的 他是非常开心的 要拉着我往前走 他呢 就非常开心的 要捉着我向前走的 就是这个 那只脚就是我的脚了 那只脚呢 其实就是我的脚了 那我在这个 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也是去年年底 其实也是去年的年底 我们呢 我们正好要 牧师讲说 2016是甜美的2016 牧师就分享 2016是甜美的2016 所以我们要喜乐地 进入甜美2016 所以你要喜乐地进入 甜美的2016 但是我是悠悠愁愁地 进入甜美2016 但是我就是悠愁愁愁地 进入甜美的2016 因为当时呢 这个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正要搬屋 而且我们的业主告诉我们 12月31号 一定要搬完 因为年底的时候 我们刚刚好要搬屋 我们的业主就告诉我们 12月31号之前 你一定要搬完 但是正好呢 12月31号跟1月1号呢 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组长退休会 还有call to all 但是呢12月31号跟1月1号 刚刚好就是我们的 组长的退休会 还有就是全教会性的call to all 的聚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聚会 我们一定要参加的 非常重要的聚会 那么我们一定要参加的 但是 正在搬屋哦 一定要搬完啊 但是还在搬着屋 一定要搬完哦 所以我们又不能够照顾 那只好把我们搬家的这个事情 就交给我们的儿子了 我们又打理不了 所以就将搬屋的事情 你只可以交给我们的儿子了 所以心里面真的是 七上八下的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大儿子呢 在搬屋搬完之后的这个 过两天呢 他就要离开香港半年 而且我们的大儿子呢 搬屋搬完之后呢 两日后呢 他就要离开香港半年了 他是要去做交换生 要去做交换生 所以他自己本身就要收拾很多的行李 所以他自己本身都要收拾很多行李 那我有份担心说 他到底这个行李收拾的 是不是完整 那我都会担心 究竟他执行李收拾得完不完整呢 心里面又有这个担心在里面 心里面又有这一份的担心在里面 然后呢 当时的那个小儿子呢 也是要在 也是在准备DSE的考试 而小儿子呢 当时也都是预备着 他要考这个DSE的考试 这个担屋又会影响他的这个生活作息 那搬屋又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 不但是这个样子呢 还想到是说 我担屋担完以后的一个礼拜呢 我马上就要在主日讲道 还要想起呢 搬屋完之后呢 下个礼拜我还要在主日讲道 不但是就主日讲道 还有说主日讲道完了 下一个礼拜我要去上海讲道 不单是那个主日要讲道 还要在那个主日讲道之后呢 跟着我就要下个礼拜飞去上海游去讲道 哇 心里面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一直冒出来 心里面就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 这样的标出来 我就觉得说是非常的忧虑忧愁 我就觉得非常的让我忧虑忧愁 那我就真的是瘫在那边不能动 我就真的是瘫在那边动不住了 真的是觉得说 哇 怎么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 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 怎么会这些都放在一起啊 为什么都全部堆在一起呢 牧师都还要我去讲道啊 牧师还要我去讲道啊 他也知道我要搬家啊 他知道我要搬家啊 他还是要排我去上海讲道啊 还要排我去上海讲道啊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啊 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所以我真的是不能动啊 我真的是动不到了 负荷的太重了 负荷太重了 所以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我是受试探 我不想行动 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 我在这里受试探 我不想有行动 这就是我们这种sadness 很容易进入的一个思考模式的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这种sadness 很容易进入一种思考的模式 我们就认为 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是合理的 我们就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是合理的 我不能行动 就是因为麻烦太大了 我不能够行动 是因为麻烦太大嘛 而且我还会去跟别人这样子 跟别人想说 你看看 我是不是麻烦 这个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这样子做不到 是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我这样做不到的话 是不是合情合理呢 所以我的想法 就会进入这个模式的里面去 所以我的想法 就会进入一种这样的模式的里面 我就摊在那边不能动 我就摊在那边动不动了 事实上我也是坐在沙发上面 都不动 事实上我都是坐在沙发上面 就不动 但是美华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但美华都见到我这个情况 她都知道这不对劲了 她就知道有点不妥了 这个人真的是好像 僵在那边不能动的样子 这个人好像僵硬了 不懂得动的样子 她就跟我讲说 长俊啊 你要起来方言祷告了 他就说长俊啊 你起来方言祈祷了 你这样不能被仇敌这样压着了 你不可以这样被仇敌这样压着了 我突然这样醒过来 我突然好像醒过来 好像不能再这样下去 好像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那我就起来方言祷告 那我就起来方言祈祷 真的是就是说 慢慢的这个情绪 可以这样子拉起来 就慢慢的情绪就可以这样拉起来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回想起来 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每一件事情 现在都是可以解决的嘛 但是回想起来 我真的是 容易受到 新思念容易受到试探 认为说 我不能行动了 但是我回想的时候 我心思意念 真的容易受试探 就是说我是不行的 没有办法的了 而且我也不想行动 而且我也不想去行动 干脆瘫在那边了 干脆就瘫在那里算了 不是我的问题了 不是我的问题了 是给我的麻烦太多了 是给我的麻烦太多了 所以 第一个我就是讲说 受试探不想行动 所以第一个就是 受试探不想行动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其实不单止是这样子 我们这种satness 还会再进一步去想 进一步到 另外一个软弱的里面去 我们这种satness 它还会进一步去想 去到另外一种软弱的里面 其实很像就是说 这种satness 我们这种想法 好像是走下坡一样 就是我们这种satness 我们的想法的方式 就好像走下坡一样的 我们一开始会不想行动了 我们一开始会不想行动 我们继续顺着这个邪路 这样子往下 不费力地继续往下走的话 就到了第二点 我们如果顺着这个邪路 不费力地继续滚下去的时候 就会去到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受压力放弃一切 第二点就是受压力放弃一切 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 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起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声人 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地流泪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地疼爱你们 若有人叫人忧愁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扎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淪了 你看这七节的圣经里面 就是讲忧愁 忧愁 忧愁 你看这七节的圣经里面 一路讲忧愁 忧愁 忧愁 这是我们很容易 就是好像描写我们的这种环境 最好的经文 这个是好像描写我们这种人的环境 最好的经文 当时的背景是说 哥林多教会呢 它的恩赐很多 但是问题也很多 当时的背景就是 哥林多教会 他们的恩赐很多 但是他们的困难也都很多 他们会分党结派 他们会分门结党 也会增进嫉妒 也都会增进嫉妒 甚至他们还会有人起来 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甚至他们会有人起来 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即使哥林多教会 是保罗亲手建立的 即使哥林多教会 其实是保罗亲手建立的 而且他们还会去 质疑保罗的人格 而且他们还会质疑到 保罗的人格 怀疑保罗是贪财爱钱的 怀疑保罗他是贪财爱钱的 而且保罗好像男女关系 不清不楚的 而且保罗的男女关系 好像不清不楚 所以保罗为了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会去 他去亲自的 亲自的去到哥林多教会去 所以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会亲自的去到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亲自的去 而且去面对那个 去攻击他 质疑他的那个人 他亲自去 而且去面对那些 攻击他 质疑他的人 他也写信去责备哥林多教会 他也写信去责备哥林多教会 那保罗这样子亲自去 还有写信去 这个责备就带来 哥林多教会的忧愁 保罗亲自去 甚至写信去 带来了哥林多教会的忧愁 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 就会觉得忧伤痛悔 哥林多教会的人 就会觉得忧伤痛悔 甚至教会也会 也起来 来责备 来责罚 那个 抵挡保罗 质疑保罗的人 甚至教会也都起来 去质疑 去敌党 去执伐 那些敌党保罗的人 从刚刚读的圣经里面 也明显地看到 那个人心里面 也是受到了 心里面也感到忧伤痛悔 从刚才的经文里面 也都看到 那个人 他也都感受到 心里面的忧伤和痛悔 但是第七节 保罗就说够了 第七节保罗就说够了 不要再去责罚他了 不要再去责罚他了 不如去原谅他 安慰他 不如去原谅他 安慰他 免得更多的忧愁 更多的satness 使他沉沦 免得更多的忧愁 更多的satness 使他沉沦 那个沉沦的意思 就是把他给吞没 把他淹没了 沉沦的意思 就是将他吞没了 将他淹没了 所以这个忧愁的情绪 会到一个 再往下走 就到一个地步 不但是不想行动 而且会放弃一切 所以这个忧愁的情绪 如果再下去的时候 不单止会去到不想行动 甚至会去到放弃一切 就是被吞没了 被淹没了 就是那样 我放弃了 所以说 我放弃了 其实忧愁症的人 正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忧愁症的人 正正就是这样 但是就算没有严重到忧愁症的话 但是即使未曾严重到忧愁症 像我们这种satness的人 好像我们这种satness的人 其实也会用那种放弃自己 放弃一些的方式 来表达抗议 来表达这个愤怒 其实我们都会用放弃自己 放弃一切的 一个方式来表达自己里面的愤怒 其实这个就是 穆斯师母所讲到的一个 就是说 passive aggressive 这个其实像穆斯师母 经常说到的 就是一个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说是退缩式的攻击 意思就是一个退缩式的攻击 就是我用退缩的方式 伤害自己的方式 放弃自己的方式来攻击你 就是我用退缩的方式 伤害自己的方式 来攻击你 我这样子攻击你 我这样子伤害我自己 我就希望能够打到你 我这样去伤害自己 就希望可以打到你 我发现我自己 真的是也会在这个软弱的里面 我自己就发现 我自己都会在这个软弱里面 那我曾经讲过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呢 我就曾经用刀割我自己的手腕 我记得我分享过呢 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试过用刀割自己的手腕 我在小学的时候 这个不知道是几十年前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 那个我跟我的父亲呢 因为某一件事情呢 这个不愉快 我跟我爸爸呢 因为某一件事情呢 我们骂得不愉快 但是我觉得很委屈 我没有办法表达 我觉得很委屈 我没有办法表达 我就想到一个方式 那我就伤害我自己 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我就伤害我自己 伤害我自己呢 就是让你心痛 伤害我自己呢 就让你心痛 所以这个就是说 放弃一切的这种思考方式 这个就是放弃一切的思考方式 其实不只是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子 其实呢 不单止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611也会这样子 其实我在611也会这样子 我在合金同工团队的里面呢 这个牧师师母都看着我们 也都会对我们修剪 我在核心团队里面 牧师师母会看着我们 也都会对我们又修剪的 他们修剪我呢 特别就是说我没有看重关系 他们修剪我呢 我经常都说我是没有看重关系 我怎么样子的没有做好 以至于让美华心痛的 我都不晓得 我怎么没有做好自己呢 甚至让美华心痛呢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认为说 这是我的个性啊 我就会觉得 但是这个是我的个性啊 我就是慢啊 我就是谨慎啊 理性嘛 我就是慢啊 我就是谨慎 我理性啊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嘛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嘛 我的感觉出来的也很慢嘛 我感觉出来也出得很慢嘛 其实这个就是我 其实这个就是我 我的个性呢 有好的一面 但是你说感觉少感觉慢 那这个就是另外 比较不好的一面嘛 我的个性也有好的一面 我们的感觉少 感觉出得慢 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面 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 但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嘛 我觉得你们都不接受我 我觉得你们都不接受我 老是要我改 整天要我改 要修剪我 要修剪我 那我心里面就是越来越不舒服 我心里面就越来越不舒服 我心里面就想 好 我改 我心里面就想 好 我改 我心里面想 我宁愿我的寿命减少十年 我心里面就会这样子去想 我心里面就会这样子去想 真的就是那种的 在压力的底下 我就会放弃一切 放弃自己 好像会自我咒诅 那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 最近又发生一件事 就是我发现 我这个思想 真的是在我的里面 要挖出来的 我发现我这个思想 真的在我里面 要将它挖出来的 那个穆斯师母 要我去养宠物 穆斯师母就建议 我要去养宠物 他说是 长俊 你这种情感必塞的人 他说 长俊 你这种情感必塞的人 你要去养宠物 让你的感情释放出来 你要去养宠物 让你里面的感情释放出来 其实就是说 我是喜欢宠物 但是我不喜欢养宠物 其实我是喜欢宠物的 但我不喜欢养宠物 因为我觉得说 养宠物 并不是说 你觉得它可爱好玩 你就去养 这个是 人家是生命 要尊重 因为我觉得养宠物 不是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一个宠物 有趣 你就是养 人家是生命 你要尊重的 要伪身 要爱它一辈子的 要伪身 你要爱它一辈子的 所以这个是要慎重考虑 所以这个是要慎重考虑的 而且呢 这是我不喜欢 我家里面堆了一些杂物 而且我又不喜欢 我家里堆了一堆杂物 一些比较拥挤的东西 放了一些笼子 或者是鲜料在那边 我就觉得 那我就觉得是说 其实家里面 简单清爽 我就很愉快 我就觉得 家里其实简单清爽 我就很愉快 那这个 但是还是要养宠物 那我到底养什么宠物呢 那还有就是 如果要养宠物 那我养什么宠物呢 我像说 一开始讲到养狗 一开始有想过养狗 但是养狗很麻烦 要很多时间去照顾它 陪它 但是养狗很麻烦 你要很多时间 照顾它陪它 那另外再想到说 兔子是比较简单的 跟着想 兔子是不是比较简单呢 可是我的小儿子 他想要养猫 但我的小儿子 他是想养猫 好吧 那养猫 好了 那养猫 可能狗跟兔子 中间就是那个猫 可能狗跟兔子 中间就是猫 好 那我们就去问 有没有人愿意 猫可以让我们来认养 我们就去问 有没有人有猫 可以给我们认领 好不容易就是说 真的是找到有猫 合适的猫了 好不容易 真的找到有合适的猫了 但是呢 那个 愿意让我们认养猫的人 他是说 这个你们家里面的 那个窗子 要装窗花 然后呢 给猫 那你家里的窗 要有窗花 因为猫会好奇 可能从窗子上跳出去了 因为猫会好奇的嘛 如果不是 他可能会在窗子上跳出去了 那你是住在高楼的地方 就掉下来 而且你家里住在高楼层 那么他会飞到街的嘛 可是就是说 我是喜欢 家里面是简单清爽的 但是我又喜欢 家里面是简单清爽的 我就不喜欢 家里面有一些那种 杂物的东西 我不喜欢 家里面有一些杂物 那些东西的 但是我在家里面 从我的窗子上看出去 我就觉得 哇 没有任何遮住的东西 我心情就很好 我在家里 这样看出去的时候 哇 完全没有东西 遮不东西 我的心情就会很好 所以我一想到说 要装窗花 我就觉得不要 我一想到 要装窗花 我就说不要了 我想说算了 那我也不要养猫 我就觉得算了 那我都不要养猫了 那美华就说 美华就说 要装窗花 为什么因为装窗花 你就不养呢 美华就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要装窗花 你就不养了吗 哎呀 你这个人 就是这样 哎呀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哎呀 我心里面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 我心里面就觉得 那这个就是我 这个是我的家 这个是我家 我希望我的家 是怎么样的来布置 这是我嘛 我是主人 我希望我家 怎么去布置 那这个是我嘛 那我是这个屋的主人嘛 那我难道 我这样子 我非要养宠物 非要装窗花不可吗 难道我就是 非要养宠物 非要装窗花 不行的吗 我心里面越想越不高兴 心里面越想越不高兴 我就蹦出来一句话说 我死了算了 我就标出来一句说话 我死就算了 我话一讲出来 我心里面想 我刚刚说什么 这句说话一讲出来之后 我心里面就觉得 哎呀我刚才说什么 真的这个话 好像很自然地 在我的嘴巴这边就 就出来了 这句说话真的很自然 在我嘴巴里面 就走出来了 表示我这个脑袋里面 是有这种想法 表示我脑袋里面 真的有这个想法 就是在压力的底下 就是说我会放弃一切 就是在压力的底下 我会放弃一切 我就宁可就是说 好啦那我就 伤害我自己 或者说是 放弃我自己 都可以 我宁可就是 我就伤害我自己 或者放弃我自己 怎么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想我自己 真的是有两个 这个sadness的软弱 常常会在我的里面 那我自己就想我 真的有两个sadness的软弱 是常常在我的里面 是不自觉地 我就会走到 那个往下走的斜坡里面 是不自觉地 我就会走到 向下的斜坡里面 那到底我要 怎么样来改变呢 那到底我要 怎么来改变呢 我要怎么样来转化呢 我要怎么来转化呢 这个就要交给 下面一个蓝色的人 来告诉各位 那我就要交给 下面一个蓝色的人 来同学来说 我们这么负面的人 我们这些负面的人 神怎么样让 富富得正 怎么样神可以让 他们富富得正 越富的人 到最后 越震得越大 越是负的人 到最后面正的力 就越大 就把时间交给 国城 我们将时间交给 郭成牧师 我就是今天 第二个阿仇讲员 我就是今天 第二个阿仇的讲员 我给常俊牧师 一个建议 就是好好地 快点养猫 我给常俊的建议 就是好好地 快快地养猫 我想介绍一下 我家的猫 因为我想介绍一下 我家的猫 我可以画一张片 我们打出一个图片 我这只猫叫奶茶 我这只猫叫奶茶 这只猫是 我太太坚持要养的 这只猫是我太太坚持要养的 为什么要这样养呢 为什么要养它呢 因为我是一个阿仇 因为我是一个阿仇 我们家里是很安静的 我们家里是很安静的 我们家里如果平时 我的女儿在一个房子 我的儿子在一个房子 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 平时如果我的儿子在他的房间 女儿在他自己的房间 我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太太觉得 不单我要养一只猫 我太太就觉得不行 我要养一个猫 但这只猫的确是带给我们 要付一些代价的 当然这只猫真的带给我们 要付一些代价 要买猫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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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猫每15天就会脱毛一次的啦 我们的猫每15天就会钓一只猫 常常要捡猫的毛 但是这只猫 它是将我们整家聚在一起的 可是这只猫就把我们全家聚在一起 因为这只猫 我们整家人整天都是在客厅那里的 因为这只猫 所以我们全家人常常会到客厅里面 我们有了开心 我们就有了开心 有一只猫的确是需要这个枪花的 长俊牧师 长俊牧师的确的 因为在我们养这只猫之前 我们有另外一只猫叫咖啡 因为我们养这只猫之前 我们有另外一只猫叫咖啡 这只猫我们养了大概六个月 这只猫我们养了大概六个月 我们养了六个月之后 这只猫有一天 因为我忘记了关窗台的缘故 露台的缘故 它就跳了下去就跌死了 可是这只猫就是有一天我忘记了关阳台的缘故 我都不想去面对忧伤的东西 我也不想去面对忧伤的东西 因为过去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伤痛 因为过去真的很多很多的伤痛 但是因为这只猫它跌了下来 可是因为这只猫它摔到街外去了 我们整个家人可以一起哭 我们就全家人可以一起哭 我女儿哭 我女儿哭 这只猫是我大儿子最喜欢的动物 这只猫是我大儿子最喜欢的动物 它哭 它哭 然后我也大哭 那我呢我也大哭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猫的走的里面 我要负很大的债劣 因为我觉得这个猫的离开 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我打开了窗台 我在沙发睡着了 因为我打开了阳台以后 在沙发睡着了 我跟小朋友说对不起 我要跟小朋友说对不起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太太 我马上打电话给太太 我太太回来 我们全家人一起哭 我太太回来 我们就全家一起哭 这个猫的死 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satness 能够带出来 这个猫的死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atness就带出来 让我们能够一起哭 让我们可以一起哭 当我们一起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整家好像很近 当我们一起哭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我们全家好像很近 这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 忧愁是可以带出正能量的 忧愁是可以带出正能量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satness的正能量 让我们去发挥我们satness的正能量 我们怎样去发挥我们satness的正能量 我们怎样去发挥我们satness的正能量 第一样我们要去寻求神 第一样我们要去寻求神 我们读四节的经文在马可福音 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我们来的四节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好 我们一起来到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赫西玛尼 耶稣对门头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若翰同去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他就手往前走 俯伏在地祷告说 躺若可行便叫哪时候过去 耶稣正要面对他生命里面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就是赫西玛尼远 耶稣正要面对他生命里面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就是赫西玛尼 在耶稣基督的神圣里面 他知道他要成为愚哲的羔羊 要承担世人的罪 在耶稣的神圣里面 他知道他要成为愚哲的羔羊 承受众人的罪业 你我一切的罪业都会在耶稣的身上 你跟我一切的罪孽都会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要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 但是在他的人性里面 他会伤痛 可是在他的人性里面 他非常的伤痛 因为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 因为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 他好像被一个苦难这样压着一样 他好像被一个苦难这样压着一样 压到他里面惊恐起来 压到他里面惊恐起来 他惊恐就是什么呢 惊恐原来世人的罪 那个胆子是这么重的 他惊恐就是因为 哇 原来世人的罪的那个胆子 是这么重的 大家有没有曾经有些的经历 需要承担家人的一些的重担 大家有没有一些的经历 就是曾经你要承担家人的一些的重担 可能要承担家人的债务 可能要承担家人的债务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担 耶稣在这里当中极其的难过 耶稣在这里当中极其的难过 他心里面很忧伤 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 这个忧伤是由里面去 圣经讲到是一种stirling 是一种搞动来的 这个忧伤是在里面的 圣经就说这是一个stirling 是一个搅动 但是耶稣他并没有放弃 可是耶稣他并没有放弃 耶稣并没有躺在这里 耶稣也并没有躺在这里 就说不动了 就好像那些门徒躺在这里 不动一样 算了 我不做任何事都不做了 算了 我什么也不做 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相反耶稣用这个忧伤所带来的力量 去进入神的命定里面 圣经讲到他俯伏在地上祷告 祷告极其的痕切 祷告极其的痕切 去寻求神 当你要发挥你的satness的正能量的时候 当你要发挥你satness的正能量的时候 首先你要向上 你要向上来支取这个能力 你要向上来支取这个能力 去面对你的艰难 去面对你的艰难 就好像俊哥当他在年底的时候 面对一连串的服侍 重多一个地步 就好像俊哥在年底的时候 他要面对一连串的服侍 如果按他自己的satness 他只会是自我中心的 如果按照他自己的satness 他只会自我中心 他会自怜 自己伤害自己 自己伤害自己 他会埋怨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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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怨他老婆 全世界都是错的 反正全世界都是错的 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satness的能量 我们要向上 我们要去祷告 可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satness能量 我们去向上 我们去祷告 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太太 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太太 好像美华牧师对长座牧师说 起来祷告吧 就好像美华牧师跟常俊牧师说 起来祷告吧 当这样一提醒的时候 俊哥就可以起来了 当现在一起醒的时候 俊哥就可以起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用我们的satness向上去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用我们的satness向上来祷告 我过去 我从来拿不到一个祷告的力量 因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用一些经文来祷告 没有什么意思的 从来都没有一个感觉 祷告就是拿一次经文来祷告 从来都没有一些感觉 但我发觉当我开始慢慢 我的感情开始通了之后 可是当我发现 当我的感情慢慢开始通了以后 当我发觉我里面 我不再逃避这个忧伤的时候 当我发现我里面 不再逃避那个忧伤的时候 我会面对这个忧伤 好像我们面对我只猫的走了一样 我面对这个忧伤 就好像我面对我的猫走了一样 我发觉我里面 开始有祷告的力量 我发现我里面 开始有了祷告的力量 在这个祷告的力量里面 圣经讲到说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 在圣经里面就说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 这个安慰带着力量 这个安慰是带着力量的 让耶稣能够走上十字架 让耶稣可以走上十字架 成就他生命的命定 第二个我们怎样发挥 Sennes的力量呢 第二个我们怎样发挥 Sennes的力量呢 我们要向我们的旁边 我们要怜悯人 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 在这个约翰福音 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 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 好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很快地过去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很快地过过去 这里其实就是讲到 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 这里讲到就是 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 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 七个神迹里面 最后一个神迹 也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 七个神迹当中的 最后的一个神迹 也是最大的一个神迹 就是让一个死人复活 就是让一个死人复活 等于知道很多时候 忧伤你会发觉 忧伤他旁边 一个friend叫做死亡 你知道弟兄姐妹 忧伤他经常 他旁边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叫死亡 因为你放弃你自己 因为你放弃你自己 因为你埋藏你自己 因为你埋藏自己 你容许你自己 长期在一个忧伤 在一个忧屈里面 你允许自己长期 在一个忧伤 在一个忧郁里面 你会发觉这一件事 慢慢地就好像 一个慢性自杀一样 你就发现 这个东西慢慢 就好像一个慢性自杀一样 耶稣进到 去到巴特里 耶稣进来去到 巴特里 他见到他所爱的 这个家庭 马大 马利亚 和拉萨路 他看到他所爱的 这个家庭 马大 马利亚 还有拉萨路 他看到这里面 充满着哀哭 他看到这个里面 充满了哀哭 马大和马利亚 走到耶稣面前 主耶稣 如果你早点来就好了 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马大和马利亚 跑到耶稣的面前来说 耶稣 如果你早一点来就好了 早一点来 我的弟弟就不用死了 耶稣告诉他 耶稣就跟他们说 你要相信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你们要相信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马大 他就说 主耶稣 我相信的 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 我的弟弟一定会复活 马大就说 主耶稣 我相信的 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 我弟弟一定会复活 为什么他没办法去相信呢 为什么他没办法去相信呢 因为他全完全全在一个哀伤的里面 因为他完完全全是在那个哀伤的里面 他没有办法走出来 他没有办法走出来 在那个哀伤的里面 在那个哀伤的里面 甚至有很多人 甚至乎有很多的 埋怨 甚至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的埋怨 有很多的疑惑 有很多的疑惑 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 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就会说 他们就会说 他说 如果他开了 他能够开核子的眼 豈不是能够叫这个人不死吗 他说 这样他可以开了瞎子的眼睛 他难道不可以叫这个人不死吗 耶稣怎样去回应这个整个环境呢 耶稣怎么去回应这个整个环境呢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在耶稣的神圣 难道他不能够叫拉撒路立刻就起来吗 在耶稣的神圣里面 难道他不可以叫拉撒路马上就起来吗 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众人听 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众人 第一 耶稣是一个安慰的神 第一 耶稣是一个安慰的神 他踏踏我们的肩膀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情感里面有一个需要 让我们的哀伤能够去走出来 让我们的哀伤可以走出来 我曾经 我在神圣在比利时期一段时间 我们有第二个BB是流产了的 曾经在比利时的时候 我有第二个孩子就流产掉了 这个流产的过程其实是挺艰难的 我太太需要做一个人工的流产 这个流产其实蛮艰难的 我太太要做一个人工的流产 我太太非常之难过 非常之哀伤 太太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忧伤 看到那一桶的血里面 应该是有我们的BB在里面 看到那一桶的血里面 其实应该是有我们的BB在里面 但是我没有哭到 可是我没有哭 完全没有哭到 我保持冷静 完全没有哭 保持冷静 我要做很多事情要做 我说这一刻我要保持冷静 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当我回到神学院的时候 我和我的老师分享这一件事的时候 可是当我回到神学院 跟我的老师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 郭成 你是不正常 他就说 郭成 你是不正常的 你不正常 你不正常 来来来 我来服侍你 来来来 我来服侍你 他只是这样抱着我 他只是这样抱着我 他就是抱着我 当我一抱的时候 当他一抱的时候 我开始就大哭 我开始就大哭 开始就爆哭 我就爆发了 我的老师跟我说 你的哀伤一定要出来 我的老师就跟我说 你的哀伤一定要出来 我们怎样能够走出 我们悲惨的第一步呢 我们怎样能走出我们悲惨的第一步呢 我们要允许我们的哀伤 有些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些的东西是真的没有什么答案的 尤其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的东西真的是没什么答案的 我们的第二个宝宝走了 我们的猫死了 我的中枪其实很多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答案的 就好像我们第二个宝宝走了 我的猫死了 我中枪 这些其实真的是没有答案的 最起码在我自己里面 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最起码是在我自己里面 我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里 神给了一个答案给我 就是说 其实这个哀伤就是那个答案 但是我觉得神在这里给我一个答案 就是这个哀伤就是一个答案 这个哭就是那个答案 这个哭就是那个答案 神要让我们在这里 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神要我们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神要我们有一个感情的表达 神要我们有一个感情的表达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跟着他做什么呢 我们看见耶稣他接着做什么呢 当他向上再还原之后 他要再行动 当他向上再横的时候 然后他要再行动 他要奋力的向前 他要奋力的向前 耶稣在这里他看见 这一帮的人 就是在一个哀哭的里面 放弃自己 在一个死亡的里面 在那里打滚的时候 耶稣看见这些的人 就在那个哀伤的里面放弃自己 就在死亡当中打滚的时候 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面 他说不能够再是这样的了 耶稣在他人心里面 他说不可以再这样了 不可以再打滚 不可以再打滚 要起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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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耶稣他就来到这个坟墓的前面 于是耶稣他就来到这个坟墓的前面 他就叫这个石头拿开 他就叫人把石头拿开 马大就跟他说这个人 他说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马大就跟他说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是没可能的了 是绝望的了 是不可能的了 是绝望了 一个人有机会复活者在三天之内 一个人有机会复活只是在三天之内 但是耶稣说你是不是想你若信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耶稣就说你是不是想如果你能信就一看见神的荣耀 他开始把他里面的悲哀变成一种的行动 他开始把他里面的悲哀变成一个行动 他开始行动了 他开始行动了 他不再停留在那里了 之后他就开始感恩 他说多谢神 然后他就开始感恩 他说谢谢神 他说多谢神 他说谢谢神 因为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了 因为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了 弟兄姐妹我们在哀伤当中的祷告 神会听你的祷告 当你释放了你的情绪之后 你会发觉你的情感和神开始有一个connection 你发现你的情感跟神开始就有了一个连接 耶稣是100%神 100%的人 耶稣是100%的人 也是100%的神 这个神不是远远不及的 这个神不是功能上的神来的 这个神不是远远够不着的 也不是只有功能上的神 他能够摸到你的感觉 他能够摸到你的感觉 他可以摸到你的忧伤 正是透过这个忧伤神的能力 神的复活 神的大能 也会临到你 正是透过这个忧伤神的能力 神的复活 神的大能要领导你 当这个石头被挪开之后 当这个石头被挪开之后 耶稣大声地说 拉撒路出来 耶稣就大声地说 拉撒路出来 死了的人出来 死了的人出来 离开你的忧伤 离开你的忧伤 在我的过去 其实我是 我是一个阿仇 我很内向 其实我就是一个阿仇 我很内向 我在宿舍里面 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在宿舍里面 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内心世界很大 常常是自己和自己讲话 我的内心世界很大 所以常常自己跟自己聊天 我喜欢听浪漫抒情的歌 我喜欢听浪漫抒情的歌 好像Beatles那种 Yesterday那种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时都哭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常常会哭 但是有一天 我自己跟我自己讲 我说 哭是没有人理你的 你不要再哭了 可是有一天 我自己跟自己说 哭是没有用的 没有人会理你的 由那一开始 我的内线就止住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的内线就止住了 我的感情就封闭了 甚至开始到复事的时候 甚至开始直到我服事的时候 甚至到荷兰我中枪之后 甚至到在荷兰我中枪以后 我整个人就是笼罩着 在这些死亡的里面 我整个人就笼罩在 这个死亡的当中 爱伤不动放弃的里面 哀伤不动放弃的里面 在我的家 在荷兰的家 我住在一条混河的旁边 很优雅的环境 在荷兰我们家是住在 一个运河的旁边 是很美的一个环境 每一年都有一些天鹅 是飞来那里休息的 每一年都有一些天鹅 飞来这个地方来休息 我注意到一对的天鹅 我就注意到一对的天鹅 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两只 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两只 然后飞走了 第二年 第二年 同一对飞鹅来了 同一对的天鹅来了 就带了一些BB鹅 就带了一些小baby的鹅 一起飞下来 我看着感觉到很温馨 但是当我看见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里面很自责 可是当我看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里面很自责 我就在想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我家人 我就在想 我没有好好照顾我家人 我心里面就想放弃 我心里面就想自杀 我心里面就想放弃 心里面就想自杀 我走不出这个悲哀 我走不出这个悲哀 但是神很好 可是神很好 神让我回到香港 神就让我回到香港 我是一个死亡的人 我是一个死亡的人 我有很多的隐癖 我有很多的隐癖 我有食药 我有手淋 我吃药 我手淋 每一次牧师 第一次叫我出来 讲见证的时候 我就吐给他看 牧师第一次叫我出来 讲见证的时候 我就吐给他看 但是其实这个是我的partner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模式 因为我每一次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吐 因为我每次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呕吐 我躺在那里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今天我不去教会了 我今天不去教会了 就算台北的牧师在这里 我都不会去的了 就算台北的牧师在 我也不去 你跟牧师说我起不来了 然后我老婆就把电话递给我 然后我老婆就把电话给我 牧师就拿起电话说 牧师就在电话另一端说 葛城起身啦 葛城起来啊 那我就起了身啦 我就起来了 我从那一刻就走到现在 我就从那一刻就走到现在 一切荣耀对耶稣 哈利路亚 我拿起我的权柄 那一刻我是拿起我的权柄 对他的熟力人来说话 对他的熟力人来说 吩咐拉撒路出来吧 吩咐拉撒路出来吧 他就起来了 他就起来了 我们给掌声主耶稣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兄姐妹 我们是中国人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阿仇来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阿仇 中国是一个蓝色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蓝色的民族 不是因为我们有蓝色多老河 我们有黄河 不是因为我们有蓝色多老河 我们有黄河 我们经历几千年的忧伤 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忧伤 其实是苦难的民族 其实是苦难的民族 这个苦难带来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忧伤 这个苦难带来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忧伤 我们很多的同工大部分的同工都是忧伤 我们很多的同工大部分的同工都是忧伤 但是你觉得你是五个主导的情绪当中 在我当中五个主导的情绪你觉得你是忧伤的你举举手 我们想想想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苦难会不会比中国少呢 以色列人的苦难会不会比中国少呢 都不少得过中国 它少不过中国 我们起码说差不多 起码我们可以说差不多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一个忧伤的民族呢 但以色列人是不是一个忧伤的民族呢 他们不是一个忧伤的民族 他们可以这样 是一个绿色和红色的民族 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绿色红色的民族 你去以色列人 你听到你开车 就每个人都会这样 叭叭叭叭 一直这样 你们去以色列看到 他们开车 每个人就响喇叭 他们是很红色的 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是很绿色的 以色列人里面是很绿色的 很多的诺贝尔奖都是以色列人拿的 很多的诺贝尔奖都是以色列人拿到 很多伟大的发明是他们做的 很多伟大的发明是他们创造的 因为他们很有要求 因为他们很有要求 以色列人又很团结的 可是以色列人又很团结 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一盘散沙 可是我们中国人确实一盘散沙 各人只顾自己 但是以色列人是顾着整个国家 可是以色列人是顾着整个国家 所以他们今天在危机当中仍然额离不倒 所以他们今天在危机当中还是屹立不倒 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大家都经历苦难 其实大家都经历苦难 但是我们发展出来就是优手 可是我们发展出来就是优手 但是他们发展出来就是那个要求 可是他们发展出来就是那个要求 就是奋勇的前行 就是奋勇的前行 今天我们看我们两个牧师的广道 我们现在看我们两个牧师的讲道 长俊牧师他讲的是一个世俗的优手 长俊牧师讲的是一个世俗的优手 这个世俗的优手让我们想死 这个世俗的优手让我们想死 让我们放弃自己 让我们放弃自己 让我们沉淪 让我们沉淪 放弃一切 让我们躺在那里不动 让我们躺在那里不动 所以当我们看那个 是Inside Out的电影的时候 那个仇就是这样躺在那里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 可是我们看见了 那个承牧师所描绘的那个经节 是讲主耶稣 那时候牧师所描写的那个经节是讲的是耶稣 主耶稣去面对那个困局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面对别人的哭泣忧愁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面对别人的哭泣忧愁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面对很艰难的环境 很大的压力之下 他怎么样呢 他面对很艰难的环境 很大的压力 他怎么办呢 在克西玛利园那一段 在克西玛利园的那一段 我们看到耶稣极其忧伤 于是他稍往前走去祷告 于是他稍往前走去祷告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他看见大家都在那里哭泣 他看见大家都在那里哭泣 拉撒路又死了 拉撒路也死了 他看见众人被死亡压迫 他看见众人被死亡压迫 他认为不应该这样的 他认为不应该这样的 信我的必永远不死的 信我的必永远不死的 所以耶稣在众人忧愁的时候 他奋力前行 所以耶稣在众人都忧愁的时候 他就奋力前行 他看到众人这样 他都哭了 他看到众人这样 他也哭了 耶稣哭了 整本圣经最短的一节 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 就这两个字 耶稣哭了 于是耶稣奋力前行 于是耶稣就奋力前行 去到坟墓那个地方 拉撒路出来 耶稣的忧愁 他面对这个忧愁 他化这个忧愁为力量 他面对这个忧愁 他化忧愁为力量 他奋力前行 他奋力前行 所以长征所表达的 是世俗的忧愁 所以长征所表达的是世俗的忧愁 就是躺在地上不动 我死了 我死了 算了 国城所表达的 道里面所表达的 是奋力前行的耶稣 我形容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忧愁 当面对忧愁是这样的时候 当面对忧愁的时候 你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神性的忧愁 相对于世俗的忧愁 我们里面有神性的忧愁 也有世俗的忧愁 一个是负能量 一个是正能量 恭喜你啊中国人 我们里面原来这个忧愁 是很有正能量的 我们是可以好像耶稣 这样化悲愤为力量 见到这样的忧愁 见到这样的苦情 耶稣不甘心人 就是被死亡的压迫 耶稣不甘心人 就是被死亡压迫 耶稣不甘心 门徒就是这样睡着了 他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就少往前走 他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就少往前走 他面对众人对死亡 忧伤的时候 他就奋力前行 他面对众人在死亡的忧伤里面 他就奋力了前行 我们要发挥这个忧愁的正能量 所以听众姐妹 我们要发挥这个忧愁的正能量 这个正能量是神放在我们里面 这个正能量是神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怎么样才能发挥这个正能量 我们怎么样才能发挥这个正能量 我后书的第七章 九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出来 请打出来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们一起读出来 预备起 以至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和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从此就伸出何等的恩勤 自恃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扎佛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三节圣经一次 我们再看这三节圣经意思 第一节 第一节 由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第十节 这里又有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第十一节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原来我们可以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三节圣经三次这么说 这个就是神性的忧愁 耶稣基督那个忧愁 就是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耶稣基督的那个忧愁 它就是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原来我们有忧愁 原来我们有忧愁 但我们可以不要世俗的忧愁 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世俗的忧愁 耶稣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神迹就出现了 神迹就出现了 我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我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我再讲一次 你里面是有忧愁 我再讲一次 你里面是有忧愁 中国人的忧愁特别多 所以这一方面的正能量特别多 所以这一方面的正能量 也可以特别多 但是我们要懂得用 我们要有神性的忧愁 我们要有神性的忧愁 按照神的意识 你看耶稣怎么样忧愁 你看耶稣怎么忧愁 就是我们好像耶稣这样的忧愁 我们奋勇前行 我们奋勇的前行 怎么样奋勇前行呢 怎么去奋勇前行呢 耶稣没有罪 耶稣他没有罪 他奋勇前行的时候 他就是祷告 他奋勇前行的时候 他就是祷告 他就是行神迹 我们里面有忧愁的时候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忧愁 对我们的冲击 我们承担不了 很多时候是环境对我们的冲击 我们承担不了 是我们的软弱 这是我们的软弱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的奋勇前行 是悔改 我们的奋勇前行就是悔改 这里这么说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第九到第十一节 里面都这么说 里面就提到 因为这就是神的意思 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冒悔来 因为按照神的意思 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冒悔来 我们的忧愁 正能量是可以生出悔改 我们的忧愁正能量是可以生出悔改和冒悔 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 原来我们可以悔改的 原来我们是可以悔改的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时候 当长俊被老婆提醒的时候 当长俊被老婆提醒的时候 当长俊面对服侍的压力的时候 它是可以悔改的 当长俊面对服侍的压力的时候 它是可以悔改的 而不需要自暴自弃的 而不需要自暴自弃的 当国城面对压力的时候 当国城面对压力的时候 它是可以悔改的 它是可以悔改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圣的忧愁有七个好朋友 其实这七个好朋友都是悔改 其实这七个好朋友都是悔改 当我们忧愁的时候 其实就有七股的力量帮助我们去悔改 就是说当我们忧愁的时候 就有七股的力量帮助我们悔改 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 看啊你们依着神的意思悔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 因勤自恕自恨恐惧 想念热心扎罚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结智的 当我们不对了 当哥林多教会不对了 试图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最初他们生出忧愁 然后保罗就 看见他这样我都不想了 就后悔了 保罗说看到他这样 我们也不想了就后悔了 后来又见到 哥林多教会的忧愁 由世俗的忧愁 变为神圣的忧愁 可是后来他看见 这个哥伦多教会的忧愁 从世俗的忧愁 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忧愁 可以伸出七样很有价值的事情 原来我们的忧愁是可以伸出七样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形容这个就等于雪姑有七友 神圣的忧愁有七个好朋友 我形容这个就好像这个雪姑有七个好朋友 神圣的忧愁也有七个好朋友 第一是恩勤 第二是自恕 第一是殷勤 第二是自恕 恩勤就是急速的 起来的忧愁前行 就不是贪在那个地方 就不是贪在那个地方 面对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要就停在那里 就自责自恋 放弃一切 而是要殷勤 要改变 自恕 其实就是道歉 就是我做得不对 我道歉 急速的去道歉 所以 我们当中所有的丈夫 我们当中所有的丈夫 当你忧愁的时候 你不要自恋自责 甚至用passive-aggressive 我对我自己说 自恋自责 甚至用passive-aggressive 这是我对自己说的 你要起来改变 并且急速的道歉 而且急速的道歉 当一个丈夫你急速的道歉 当一个丈夫你急速的道歉 就一天都光了 一天都亮了 你家里一天都光了 你的家里面天都会亮了 当长进能够急速的悔改 急速道歉 他的老婆一天光了 他的两个儿一天光了 家里的猫啊狗啊蟑螂 都一天光了 但长句可以是 他基数的悔改道歉的时候 他的家里面 他的老婆 他的狗啊猫啊 儿子啊 甚至连章狼 天都会亮了 第三是自恨 第四是恐惧 第三是自恨 第四是恐惧 自恨就是说 我不容许我自己这样 自恨就是说 我不允许我自己这样 就是不喜欢这样 就是不喜欢这样 我不容许自己这样 我不能允许自己这样 我不容许自己这样 是悲惨下去 是不允许自己这样 悲惨下去 并且恐惧 而且恐惧 我怕我自己再这样下去的时候 我就没有盼望了 我不可以这样 这个是恐惧 第五是想念第六是热心 第五是想念 第六是热心 想念其实就是想望 我想望一些好的东西 想望神的心意要成就 想望神的心意成就 并且我就热心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而且热心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最后是执罚 就是自责 最后是责罚 就是自责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是不对 我要自己责备自己 我为什么这样呢 我是不对的 我要自己责备自己 这七个好朋友 都是悔改的化身 所以这七个好朋友 都是悔改的化身 就在我们忧愁的正能量那里 就在我们忧愁的正能量那里 七个的好朋友 于这七个好朋友 能够让你成为清洁的人 而这七个好朋友 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清洁的人 在一切的事情上 你都表明你自己是洁净的 就是perfect的 在一切的事情上 都表明你是决定的 就是完美的 perfect的 所以长俊能够急速的悔改 能够有这七个好朋友 他就成为完美的男人了 所以长俊能够 基础的悔改 他有这七个好朋友 他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自己在温哥华服侍十年 非常之艰难 我自己在温哥华服侍十年 非常之艰难 但是我没有放弃 可是我没有放弃 我殷勤 我殷勤 我自诉 我自责 我自责 并且我热心 而且我热心 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 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 我要解决我手淫的问题 我要解决我手淫的问题 我要解决我没有圣灵的问题 我要解决我没有圣灵的问题 所以我起来呼口神 所以我起来呼求神 我起来寻求追求圣灵 我起来寻求追求圣灵 各位姐妹 你里面有忧愁 我们要拥抱这个忧愁的正能量 我们要拥抱这个忧愁的正能量 是神性的忧愁 是神性的忧愁 让你的一生能够改变 让你的一生可以改变 你的一生从这一刻就要改变 你的一生从这一刻就要改变 我们要放下我们忧愁的负能量 我们要放下我们忧愁的负能量 就是世俗的忧愁 我们要从神而来的忧愁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耶稣 我请拜祢 主耶稣 我一生跟随祢 我已决定 要将我自己交给祢 主我需要祢 求祢来帮助我胜过一切 在我们敬拜当中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主 主要我们要跟随祢 我们来到神说 主啊 我要跟随祢 我们要有神圣的忧愁 主要充满我 主要充满我 赐面我 赐面我过去 主要是世俗的忧愁 我们过去以后那只是世俗的忧愁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主要我要跟随祢 主啊 我要跟随祢 让我一生永远都跟随祢 主 我需要祢 求祢能立下来 主 我们敬拜祢 让祢的心向神来闯开 让祢的心向神来闯开 让神的爱祢祝我们 医治祢 让神的爱祢触摸祢 医治祢 祈祢 让我一生永远都跟随祢 把你的双手的手掌向下 表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世俗的忧愁 你心里面想象 把你世俗的忧愁放下 跟着我来祷告 天父爸爸 多谢祢爱我 祢从来没有放弃我 祝我亦都不要放弃自己 求祢赦免我过去 我只是世俗的忧愁 想放弃自己 甚至怨天由人 甚至怨天由人 赦免我 今天我在祢面前 我要放下这个忧愁的负能量 我要放下这个忧愁的负能量 我要放下这个世俗的忧愁 我要放下这个世俗的忧伤 我来到祢面前 我愿意拿起这个神性的忧愁 我愿意拿起这个神性的忧伤 请你两个手掌向天 请你两个手掌向天 领受 跟着我祷告 跟着我祷告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我愿意领受从你以来神性的忧愁 我愿意领受从你而来神性的忧愁 在压力之下 在压力之下 在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你 从你知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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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勇求变 奋勇求变 愿你的心意成就 愿你的心意成就 从你知取力量 从你知取力量 我要奋勇前行 我要奋勇前行 我不要放弃 我不要放弃 我要要求改变 我要要求改变 从你得着力量 从你得着力量 来到你知取力量 来到你知取力量 我要得灵敏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要得灵敏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愿意尋求你的面 我愿意寻求你的面 我愿意表达我哀伤的情怀 我也愿意表达我哀伤的情怀 让我的情绪能够流露 让我的情绪可以流露 但是我更加要求去改变问题 让我的问题能够解决 让我的问题可以解决 让你在我身上的心意能够成就 主要我愿意领受这个神圣的优手 求你帮助我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 让忧愁的正能量 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扩展 让忧愁的正能量在你的身边当中不断地扩张 愿你凡事兴旺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Amen Amen Aleluia 多谢主 Aleluia 谢谢主 Amen